大家好,我們這裡是Disfactory 那我們先展示一下我們目前的成果 那我們目前的話有兩個成果 一個是就是我們原本的既定的Disfactory的About page裡面 我們在最下面其實有加一個就是貢獻者名單 那這些貢獻者都是來自GINP的社群 那其實我們也很感謝這些貢獻者 那沒有這些貢獻者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狀況也做不出來這樣 那也很謝謝這些貢獻者這樣 那除了這個以外的話 其實未來的話其實這個About page也會改版 就是我們目前的話都是只有 就是農地圍償工廠回報的這個系統的一個警戒這樣 那我們之後的話還會再加入大家來造成一些簡單的介紹這樣 那圍償工廠回報就是目前這個已經做好一個地圖 那民眾可以在這邊行政可有工廠這樣 然後我們目前另外一個大家來造成這個部分 就是要讓就是公民可以去參與可以去辨識 如果他選農地的話 他比如說他選農地之後他繼續下一個大家會看這個微星圓圖去看說 他這塊地是有沒有形成建物這樣 那如果說他選擇的是他在看2017年有沒有建築物的時候 比如說他選建物的時候他第二個題目就會不是選擇我們的農地 而是選擇樹範圍擴建這樣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設成一個二乘二的題目 就是第一個是他是農地還是建築物 那如果他選擇2017年選擇是農地的話 那他下一個選擇就是會選擇有沒有長出一個新的工廠 那如果選擇是建物的話就是會那個2020年之後他的工廠有沒有升級有沒有變大這樣 那這是我們目前的成果這樣 那未來的話就是因為我們目前還沒有開創API 那我們之後會再跟從農委會那邊的經緯度去 那進我們可以那邊拿經緯度然後再去跟中華大學那邊拿衛星雲圖這樣 對然後我們目前的話每個禮拜三都會有一個實體跟線上網核的小具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專案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參加這樣 對 謝謝